刚才也给他签钱 这时候我们那些代码就可以放开了吧 这个账本的删除是在哪呢 删除delete 另外一个我们这个set title也没有设置 我们也把它设置一下 我看有几个没有设置标题 这个设置也有是吧 当前类别 这个了 这个标题也没有设置 我们这一次都把它给补全了 首先这个是删除 删除的话我们来 这个代码也不用 都要放开 这个又是用了一个失误吧 可以看到 是吧 这个删除是怎么删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一 首先删除了这个账本 是吧 账本都没了 这个账本下面的账 你也要删除吧 要不然你账本都删除了 你搞了你财经消费那些账还有 这就是要做一个用用事物的原因 先把账本删了 再去删这个账本下的所有的账 然后用事物来管理 删除失败的时候就那个什么 就回滚 但是这个是不是报了错了吗 这一层处 哦 不能直接反回处 这个我们要返回 这前面有返回来 是吧 我们就把这个 删除过来就行 删除这个 给它弄回去 然后set title这些 我们也没有 先把这个 account 这个我们先前一点点打 我们直接 这次把它给弄 把这个title 我们直接拷回来 在bundle里边 是吧 再一个title 这个方法还没有 这个title就是获取 当前adapter的数量 是不是 这样的话 顺便把那个什么也显示出来 把它当前这个下载的记录也显示出来 啊 然后呢 还有什么没显示 还有类别那个 也没有改过来 这个bundle date的时候 set title 我们就加上 类别是在这儿 已经有了吗 屏蔽掉了 是不是 这个已经有了 是吧 我不是类别 看错了 哎 一会儿就倒回来 是那个 contact book 这个 再再拍 放在这个时候 设置一下 方法 方法还没有 那方法 还是一模一样 对吧 放在这儿 然后哪儿报了一个托呢 盖开 contact book 刷下吧 删除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 跟前的这个 类别管理里边 有那个新建 我看标题有没有 有 这个不用管 还在安装 进来了 这个标题有了吧 返回 人员呢 也有了 两个 对吧 好 呃 这么一来呢 我们的这个 人员管理 类别管理 还有账本管理 还有记录和查询 这些最重要的 最主要的这些大类的这些功能都完成了 明天就是 我们讲解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统计管理 这个统计管理呢 还是很费事的 怎么统计呢 你看这个统计 是这样的 你那个 你那个逻辑要写好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统计写的很复杂 明天我们来详细的把这个过一下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这个 这块消费提醒 我们不做消费提醒 我在这里边 我把它改了一下 改了一下 就是 改成数据备份了 我们明天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试图我们已经学习过了 明天还是要用一下这个试图 然后复杂的这个数据统计如何进行 另外一个我们在统计的时候 用了一下这个多线程和handle 因为你在统计的时候 数据一旦多的话 有可能这个时间比较长 对吧 所以用多线程 这样用户体验好一点 你不要造成这样夹 行吗 那我们的今天的这个课程呢 就先到这里 明天我们就把剩余的模块把它完成了 好吧 好 先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